这个房子将近500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门口 哇 坐的确实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namescaping 这个院子 玫瑰花两边种的 门口听了个法拉利应该是黄色的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 这个法拉利是戈壁邻居 开过来看open house的 昨天我看邻居在那里洗 感觉是黄色的 一两法拉利 古堡式的 这应该是丹麦风格 北欧风格 对 这是个法拉利 这个戈壁邻居平时不开这个车 是开的别的很差的车 所以很难想象是他开过来的 这个房子呢 我们走过来只有15分钟时间 所以这些人都是 卧虎长龙的在这一片 这样一个古堡式的房子 内部结构也全是古香古式的装饰 就是欧洲那种古代的装饰 然后这个人就是我的戈壁邻居 说实话这个室内的效果比室外差很多 我更喜欢它室外那种古堡式的结构 我马上就走到室外了 但是这个室外是让人有点失望 虽然这个红色的高厅别具特色 但是这个颜色总的看上去还是比较压抑的 所以这个房子整个来说 它可圈可点 用的材料都是石木圆木 非常好的材质 这个是书房 都是很古典的书房 它这个楼梯呢离正门是有点近 正餐厅 这是一个大窗户和大面积奢侈的洗衣房 又碰到它了 主位里弯弯曲曲 走入是衣柜从来最里面 挡个凳子不能进去看 最美的还是通过窗户看出去的景色 它整个就是红色的红色的基调 室卧 小孩子的房间 这个帽子都有特色 娱乐室 非常old money的感觉 就是那种老贵族 哇 这个窗户好有特色 看出去确实有味道 这个房间 要有品位能欣赏的人住得来 哇 你看这个 全是这种老式的雕树 人头像的雕树 上面还有酒 长久的酒罐装饰的 Football的帽子 都是古香古色的家具 它的颜色都用得很重 红色 又回到我喜欢的这个书房的窗户 就来看了一下 哇 这里好看 走到室外就感觉无比的通透和惬意 原来这个法拉利是我们戈壁邻居的车 刚刚跟他聊了一会儿 我昨天他看到地方洗啊洗的 不是这个摁的车 是我们戈壁邻居的车 看完open house 我和老公散步回家了 现在看完了 回去了